快跟妈说怎么了 妈 你快救救我 红衣面是没有通过 她非要把七三在我的身上 你说是我陷害了她 她还要去白虎三国谣言 妈 她已经出去了 你快想妈妈救救我 赤徐星暴击赞了她 发辣 白虎大师 糟了糟了 你们看 红衣在追董事长的车子 爸 你看快一点哪 再闻的话 你女儿的前途就没了 你倒是快点 等一下 白虎大师 白虎大师 喂 喂 白虎大师 慢了 快点哪 白虎大师 等等 白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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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什么呢 没事 好像遇到一个书人 肯定是周虎一没错 是一个男产鬼 她这回又想干吗 我 妈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把你养这么大 你不知道感恩 反而学会恩将仇报了 还敢无限与会是吗 妈 明明是 好了好了好了 别发那么大火吗 怎么了 我们亲生女儿受了委屈 没见你安慰半句 我说这东西半句 你就受不了了 周白身 对 你的心长哪边了你啊 妈 你别骂爸了 这两个孩子都是咱们养大的 你公平一点好不好 你还敢叫我公平一点 你看不到他怎么欺负我们与会了 是不是 就是 周白身我告诉你我忍够了 你要是敢上白虎去胡说八道的话 我告诉你 你以后就不用再回周家了 还有你 周白身 你们两个都给我掂量掂量 妈 你别再妈爸了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妈 对不起 别叫我妈 我没你这个混账女儿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 我连你们两个一起赶出去 听见没 不 玉慧 我们走 我快走 爸 我没事 您好 那会记得要有礼貌 一切交给妈来说知道吗 妈 你一定要帮我 那还用说 来了来了吗 白董市长 周太太您好 正想去找您呢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上您了 八爷爷好 邢叔叔好 周灵哥 不知道周太太来我们公司有何贵干呢 我是专程带玉慧来谢谢白董和仲林的 让玉慧能有机会进贵公司的设计部学习 您严重了 这都是你女儿 她的条件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用人的标准 我也没过多的关照 对啊对啊 谢谢董事长认可 我记住了 玉慧啊 你一定要记住董事长的话 以后在公司要踏踏实实的做事 可千万别心存侥幸 知道吗 知道了吗 周太太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董事长 我还有个会要开 失陪了 好再见董事长 董事长再见 周灵哥 那我明天来上班了 OK 毕目 毕竟 Então 观众 羞 我不知道 我 这么多年 爸一个人的时候 常常在想 如果当时 不把你抱回来就好了 爸 这谁嫁的孩子 咱们家的呀 好啊 周百申 你敢背着我 在外面偷人 还生个女儿回来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这不是我生的 不是你生的 师父 你是跟外面 哪个丑女人生的 四没良心的你 老婆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这不是我的孩子 那是谁的孩子 是我领养的 领养的 老婆 别生气了啊 你看啊 咱们努力了这么久 都没有结果 干脆啊 领养一个 以后啊 就不用担心 生孩子的事了 这个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啊 我生不出孩子 你就要领养一个 那将来你看 我不顺眼了 你也要带回来一个吗 老婆 我是看着你 每天喝那个中药 心疼你 所以才想出 这么一个办法来 你不要给我 扣这么大的帽子 好不好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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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和妈妈吵架了 你不高兴了 是不是 你不开心了 不哭 不哭 乖乖乖 爸爸爱你啊 爸爸喜欢你 好可爱啊 你看 我一逗她就笑 红莺啊 爸爸真的是觉得 对不起你 如果当初 被别人抱走的话 你现在的日子 过得不知道 比在我们家 要好上多少倍啊 爸 这么多年 你一直养育着我 爸都看在眼里啊 只是没有办法 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你妈心胸小 容不下你 把玉慧 灌得不像样子 胡鹰啊 就算是为了我 你不要跟他们 一般见识 好吗 爸 我了解 这么多年 你一直维护我 保护我 也为了我受了 不少的委屈 我都知道 放心吧 爸 这件事情啊 爸爸绝对相信你是无辜的 对于玉慧的做法 我也不是很认同 可是 这事关玉慧的前程 爸爸能不能恳求你 原谅他这一次 就算爸爸欠你一个人情 爸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听的 工作的事情 我再找就是了 你放心吧 爸爸真是没脸和你说这些 这个家 亏欠你太多了 爸爸只希望你嫁一个好人家 好好地过日子 爸 爸 以后不管我做什么 您都是我的好爸爸 我都要好好孝敬您的 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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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爸 这位是博焱师哥 叔叔好 好 我把那个优盘带过来了 我们赶紧去把事情说清楚吧 师哥 你先陪我去买点喝的 走吧 我包里有矿泉水 没事 爸 我们先走了啊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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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